腾讯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腾讯科技 写11月1日 腾讯将在南京举办2018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在开幕前夕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发表了给合作伙伴的一封信 相合作伙伴分享的关于消费互联网与产业互联网生态融合 社交与内容生态创新的思考 并提出了腾讯在移动互联网下办厂的开放战略新目标 他认为 伴随数字化进程 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 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 向下办厂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 要让个人用户获得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就必须让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腾讯也非常愿意成为各行各业最好的数字化助手 以去中心化的方式帮助传统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 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未来与企业和政府等机构客户的合作中 腾讯的业务接口将更加集中 合作规则更加清晰 资源能力更形成合力 腾讯将更充分的发挥数字化服务潜能和差异化优势 不但要能够提供基础工具和能力的食材 还要能快速响应个新化需求 将不同食材搭配起来炒菜 更要提供一整套的宴席 多样化 系统化 安全可控的商业解决方案 Busky Business As A Service 此外 买花腾也表示 腾讯也将进一步打造年轻人 喜欢的社交平台与内容生态 与数字 内容领域的合作伙伴 建立更加紧密的新生态 借助社交新内容的盲络效应 通过新闻创的方式 要更多用户和年轻人 获得高品质的数字内容消费体验 并以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保护好未成年人 避免不健康的消费沉迷 在移动互联网下半场 腾讯开放战略也将树立些目标 马花腾表示 腾讯要做好连接器 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世界 提供最丰富的数字接口 还要做好工具箱 提供最完美的数字工具 更要做好生态供建者 提供于计算 大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 激发每个参与者进行数字创新 与各行各业合作伙伴 一起共建数字生态共同体 腾讯并不是要到各行各业的跑道 上去赛跑争冠军 而是要立足做好助手 帮助实体产业在各自的赛道上 成长出更多的世界冠军 马花腾表示 以下为公开信全文 各位合作伙伴 大家好 今年是腾讯成立 20年周年 我们迎来了公司历史 上的第三次重大战 日升级和架构扫整 这个消息已经在一个月前公布 在这里 我想跟各位合作伙伴 分享更多的想法 这次调整 我们经过了将近一年的思考和酝酿 腾讯自2012年以来 组建的七大事业群 目前已经重组为六大事业群 在保留原有的技术工程事业群 TAG微信事业群 WMC互动娱乐事业群 IJ 企业发展事业群 CDG基础上 我们整合成立了两个新的事业群 与与智慧产业事业群 CSID平台与内容事业群PCG 同时 我们整合升级了新的广告 营销服务线 并将成立腾讯技术委员会 腾讯每隔六七年 就可能进行一次大的组织架构扫整 以顺应外界变化 带来的战略升级 今天 我们两个新成立的BT 分别承担着消费互联网 与产业互联网生态融合 社交与内容生态创新的重要探索 我们认为 移动互联网的上半场已经接近卫生 下半场的序幕正在拉开 伴随数字化进程 移动互联网的主战场 正在从上半场的消费互联网 向下半场的产业互联网方向发展 腾讯一直说 抓住做连接 希望连接人与人 人与物以及人与服务 我们越来越发现 除了实现人与人的连接 如果大量的物与服务 不能全面数字化升级 那么人与物 人与服务的连接就难以迭代 要让个人用户获得更好的产品与服务 我们必须让互联网与各行各业深度融合 把数字创新下沉 到生产制造核心地带 将数字化推进到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 没有产业互联网 这称的消费互联网 只会是一个空中楼阁 接下来 腾讯将加根消费互联网 拥抱产业互联网 我们要继续做好消费端的智慧连接 更要促成供应端 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绑住个 型科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对于大量的传统企业来说 要紧快打通从生产制造 到消费服务的价值链 要实现从智慧零售到智能制造 从消费到差跌C2B的生态协同 就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个完整的传统产业链 未来更需要与互联网公司进行跨界融合 真正助打海量用户 并实现硬件 软件与服务 三位一体的生态化能力 没有消费互联网 助力的产业互联网 就像一条无法与大海连通的河流 可能在沙漠中越境干涸 腾讯服务者数以十亿既得个人用户 只有连接国内最丰富场景 和互联网产品的生态服务能力 将致力于消费互联网 与产业互联网的融合创新 我们非常愿意成为各行各业最好的数字换助手 以去中心化的方式 帮助传统企业和公共服务机构 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在每一个产业都变身为智慧产业 实现数字化 网络化和智能化 从2011年起 腾讯的开放战略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不断演进 七年时间 我们从一棵大树 成长为一片森林 与合作伙伴 共建了一个开放的互联网生态 可以说 我们在移动互联网上办场 基本实现了开放战略的目标 接下来 我们要做好连接器 为各行各业进入数字世界 提供最丰富的数字接口 还要做好工具箱 提供最完美的数字工具 同时我们更要做好生 太共建者 提供于计算 把数据 和人工智能等新型基础设施 激发每个参与者进行数字创新 与各行各业合作伙伴 一起共建数字生态共同体 这是腾讯开放战略 在移动互联网下半场 希望实现的新目标 产业互联网的探索 将为我们与生态伙伴 提供更广阔合作空间 我们希望 未来与企业和政府等机构 客户的合作中 腾讯的业务接口更加集中 合作规则更加清晰 资源能力更能形成合力 腾讯将把数字化服务的潜能和差异化优势 更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们不但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提供基础工具和能力作为食材 还能够快速响应客户的个性化需求 将不同食材搭配起来炒菜 更重要的是 我们还能够提供逆整套的宴席 多量化 系统化 安全可控的商业解决方案 Buzz及Business As a Service 这不单单能够帮客户节省成本 提高效率 而且还能够帮助客户在数字化转型升级过程中 找到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增长点 目前我们已经在医疗、教育、交通、零售和制造业等领域进行初步尝试 与此同时 我们希望进一步打造年轻人 喜欢的社交平台和内容生态 与数字内容领域的合作伙伴建立更加紧密的新生态 我们将借助社交新内容的网络效益 让UDC与PGC彼此滋养 形成最有活力 令IP畅生土壤 我们还希望与合作伙伴一起 帮助更多优秀的IP获得跨平台 多形态的发展机会 通过新闻创的方式 让更多用户和年轻人 获得高品质的数字内容消费体验 并以最先进的技术手段 保护好为成年人 避免不健康的消费沉迷 我们将更加重视科技驱动力 几天前 我受邀在这户提问 非常高兴看到很多网友针对基础科学的突破 产业互联网与消费互联网的融合创新 做了相当精彩的回答 过去 中国互联网与科技行业的创新 往往是与应用需求找技术支持 未来 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创新来自技术突破 寻求产品落地 腾讯正在不断引入各领域的优秀科学家 也希望通过加大基础科学投入 建立公司技术委员会等措施 尽可能来科研工作者和技术人员 创造更好的工作氛围和团队文化 真正让科技创新与数字工匠精神 成为更多人追求的方向 我们有理由期待 数字时代能够实现工业时代 难以达到的工艺水平 创造出更高品质 更为独特的产品与服务 当然 腾讯并不是要到各行各业的跑道 上去赛跑争冠军 而是要立足做好助手 帮助实体产业在各自的赛道上 成长出更多的世界冠军 过去一年 我们看到很多用户与合作伙伴 通过各种渠道 对腾讯的发展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在此 我要向关心腾讯发展的每一位朋友道 一声感谢 你们的期待和鼓励 是腾讯多年来不断迭代进步的重要动力 希望我们一起铁手努力 谢谢大家 2018年10月31日